我们这节课学习在ES6当中 另外一个新的对象 叫做Reflect 这个单词的本意 其实叫做映射的意思 其实当前这个Reflect这个对象 它设计的目的一共有这么几个 我们看这四个 第一个 它会将object属于一些语言内部的方法 转移到Reflect上 第二个会修改object方法的一些返回结果 第三个会让原有一些object的一些操作 会变成现在的一些函数行为 第四个Reflect和Proxy 它们两个相辅相成 接下来我们就分别讲一下 这四个目的分别代表着什么意思 我们先建一个文件 2-21.js 大家看 Reflect涉及的第一个目的 是将object下面的一些方法 转移到Reflect上去 比如说 大家看 大家记得上节课我们讲过一个例子吗 我们上节课刚开始的时候 是不是讲过一个叫做 object defined property这样一个API 对吧 我用几准时间 我直接把这个代码直接复制过去 这是上节课我们学习一个代码 这个例子是说 我们通过object defined property 这样一个ES5的API 然后去对于当前我这样一个OBG 它对象里面的属性进行一些拦截 我们有get and set 但是这个方法是在object里面的 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写成Reflect 去点 defined property 我保存 大家看到其实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那为什么这样的设置呢 其实在原有比如说ES作者的设计初期的时候 把很多方法呢都设计在 object的对象下面 其实这个并不是很合理啊 所以说未来的话会有一些新方法 会从object上面去转移到Reflect上面 这样的话相当于我们整个的代码 会更加的规范 这个也就是我们之前一直提的说 ES之所以在不断的升级 也是因为它的语法呢会更加的规范 然后呢这是它第一个设计的目的 就是把object下面的属性 转移到了Reflect上面 我们呢再看第二个目的 第二个目的是修改了某些object方法的一些返回值啊 让它更合理 我们举这次 比如说之前我们通过object defined property 去定义一些属性的时候 然后呢如果当前有些属性无法定义的话 那么它会抛出个异常 那如果以前应该怎么写 我们一般是这样写 try 然后呢把它放进去 然后下面呢是对应的catch 然后这边可能有个e 下面呢我们进行一些操作 这是以前的写法 因为之前object defined property这个方法呢 是并没有返回值的 但是现在的c方法就可以这样写 大家看啊 我们直接可以if if是什么 我们前面说过object.define property 我们是不是现在可以写成 reflect.define property 然后reflect.define property 这个方法它会返回一个不耳形的值 也就相当于是 如果当前你这样一个属性可以定义 那么它就返回一个true 如果不能定义 我们就返回一个false 所以说其实在新的运法里面 对于之前这种函数的返回值 进行的改变 然后呢会让它更加的合理 这个呢其实就是reflect这个对象 存在的第二个目的 第三个 让object的操作变成一些函数行为 这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在之前的语法当中 object的很多操作都是这种命令式的 什么命令式的 大家看 比如说我们输出assign 然后呢 in object 大家记得assign的作用吗 assign的作用是不应于合并对象的 我们还特意讲过它的升考背 升考背等等一些知识啊 前面讲过 OK 你会发现它返回一个true 说明当前这个对象下面 是有这样一个方法的 这是以前的写法 但是如果是新的写法呢 大家看啊 我们直接用reflect 点has has什么 我们看一下当前这个对象下面 第二个参数是 是否具有某个方法 大家看 其实它也会返回一个true 但是这种写法的好处 就是说 可以让之前object下面这种 命令式的这种操作 变成当前这种 函数式的操作 这个呢 也是reflect 存在的一个意义啊 我们再看它第四个目的 reflect对象的方法 和proxy对象的方法是 一一对应的 这个其实相对外讲运的比较多 什么叫一一对应呢 我们直接上例子吧 大家记得在上一个代码当中 我们是不是举过一个例子 是对于当前password的这个属性 进行一些相当的蓝筋操作 当它设置获取和便利的时候 进行操作 我们直接找到这个例子吧 然后呢 我们在它基础上 进行一些相当的改动 应该是这个 然后呢 我把这段代码 直接设置过去 大家 因为这个代码都是上几课 刚刚敲过的 所以说 我这边就不敲了 不能进行的时间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呢 先定一个对象 叫做user 下面有name age 和一个以下号线开头的 password属性 然后呢 我们对user 这样一个对象 进行相当代理 然后呢 我的需求当时是 我希望以下号线开头的 这样的属性 能够被保护起来 当它在 获取 设置 或者是删除 或者是便利的时候 我希望这个属性 都不被读取到 大家记得这个例子吧 这是之前的写法 然后呢 我们看 如果现在用reformat 其实我们是可以改造它的 刚才我们说 reformat对象的方法 和process的方法是 一一对应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可以看 我们之前 比如说调用get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通过return 对象中文号属性的方式 去调用了 当前这样的get的安静器 但是 如果我们改成reformat写法的话 大家注意 这句话 我们就可以改写成reformat 点 当前我们当这个 栏目操作 是不是叫做get的方法 所以这边就是点 get 然后呢 get的谁 第一个参数 是当前对象 第二个参数呢 指的是 要get对象下面的 哪一个属性 我们试一下 好方式啊 大家看 比如说 我们当前 获取user下面的 h属性 这不能够叫34 但是如果我当前 获取user下面的 下红线 password呢 大家可以看 这边是不是会 抛出异常 当然 我们这样的情况下 是不是可以由 tree catch 把它去 进行 补货呀 比如说tree 然后呢 把它 小这儿 然后在这边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交用 catch e 然后呢 这边我们去 打印出一点 message 大家看结果啊 是不是就可以 打印出 当前的属性 是不可访问的 OK 这就是 uflite 跟process 方法 一一对应 这个意思啊 这边呢 是get 栏接系 那么 我们这边 就是uflite get 我们再看 那set呢 这句话 是不是会给 vl这个值 复值给 当前对象 这样一个属性 那这样的话 我们也可以把这句话 改成 uflite的写法 大家看啊 当前反接器 是不是叫做set 那就uflite 点set 它们两个 函数的名称 是完全一样的 比如说 第一个参数 指的是 当前我要给 哪个对象 设置值 第二个参数呢 指的是 对象的属性 第三个参数是 我要把哪个值 设置给它 OK 我们再测试一下 比如说 当前我给 user.age 设置个值 比如说 18 然后呢 输出user.age 我们看74行 是不是能够输出 最新的值 那反过来 大家看 比如说 我还是这个 全开始 比如说 当前我给 user.下号线 password的设置 比如说设置一个 xxx 大家看看结果 是不是就会打印出一个 78行 不可访问 因为它是 被保护的 然后改完这个set以后 我们再看看 当我们删除的时候 我是不是希望 当前如果是以下号线 开头的属性 它是不可删除的 那如果不是以下号线 开头呢 是不是就通过 delete这样一个操作符 把它删除掉 那这句话呢 我们也可以改成 对应的reflect操作 第二 当前还说明显示 叫啥 是不是蓝天系 叫做delete property 那么你就写 ifondr.delete property 就可以 我们要删除的是 target的对象 下面的proper 这样一个属性 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我当前要 删除 delete 我要删除user下面的 h属性 然后呢 我们再输出user.h 我们看83行 是不是就已经被 删除掉了 OK 这是删除 接下来呢 还有最后一个 我们对应的是 这样一个便利 大家看我们之前 是不是通过 object的keys 去便利 那现在呢 用同号代码呢 我们先复制一个 把上面这一个 注释掉 这时候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 调用reflect.r 当前方法 是不是叫做 onkeys 那你就点onkeys 后面完全都 不需要变化 这时候 比如说 当我们通过 fullin 去循环便利 当前我这样一个 user的时候 我们试一下 light一个key 然后呢 我们输出 这样一个key的值 大家看代码 这86行打印的 是不是name 因为h属性 是被我们删掉 对吧 然后呢 下方线password 又是一个被保护的 比如说 我们把这个delete userh呢 现在它删掉 这时候 86行输出的 是不是有name和h 这是get set 删除和便利 跟前面是不是 完全一样 这几句话呢 我们先给它 注释掉 把这个dease 先注释掉 接下来我们再看 上节课呢 我们是不是还讲了 另外的这种拦截器 比如说 我们还是一样好 我们找一下 上节课写的代码 比如说 我们是不是讲了 apply 我们先把这种代码 先给它 拦截回去 因为这些代码 而我们是不是都刚刚讲过 所以说我们就 不重于敲网 我们上节课呢 定义一个叫做 sum这样的方法 它是用于求出 当前参数 所有的一个和 然后呢 给它设置一个代理 注意啊 是给方法设置一个代理 然后呢 apply 在这个方法被调用的时候 就会被触发 我们这里呢 对于方法 这样一个求和操作呢 最后给它称一个2 然后呢 下面我们测试个结果 大家看 这是之前旧的写法 6 12和12 那如果我们改成 reflight的方式呢 在apply 当前这样一个 拦截系当中 我们把之前那个旧方式 先住掉 这时候 我们返回 可以是reflight 点2 这个拦截系 是不是叫做 apply 那我们就点 apply 方法的名称是 完全一样的 第一个参数 我们要 改变的是哪个函数 是不是target 第二个呢 指的是当前 我要把this改变成谁 我们也不喜欢改变成谁 我们直接写成 tine就行 第三个呢 指的是当前函数的参数 我们是不是应该取到当前 args下面的每个参数 最后我们的结果 是不是乘以2 那我们就在结果这边 再乘以一个2 保存 大家看 输出结果 其实还是6 12和12 它们是完全一样的 其实这个呢 就是reflight 它的作用 当我们学完proxy以后 再讲这个reflight 其实很简单的 我们再回顾一下 对于reflight这个对象 它设计的目的 其实一共就是这四个 第一个 将原有的一些 属于object对象 会移到reflight上 当然 现在这个版本当中 object和reflight 它们下面的方法 会并存 但是我相信 随着ES不断的升级 一些已经移植到 reflight的方法 慢慢的呢 它一定会从object里面 去删掉的 这样的话呢 代码会更加规范 第二个好处呢 是不是修改了一些 object的方法 的一些返回值 比如说 object.defineproperty 这些没有返回值 但是呢 当它把它移植到 reflight的时候 我们通过 reflight.defineproperty property 它呢 就会返回一个 布尔形的值 这也是的好处之一啊 然后呢 将object下面一些操作 比如说一些 命令式的操作 它现在是不是改成 这种函数式的操作 整个代码会更加友好 最后呢 我们上几课学的 property这个代理 reflight对象的方法 和property的方法 是一一对应的 你只要记住 property 另安置信的名称叫什么 那当我又使用 reflight的时候 我们只要把它改成 reflight.r 另安置信的名称 就不会有问题 这个呢 就是这节课 我们学习的 一来四章中 另外一个新的对象 叫做reflight 订阅